西红柿又称六月式 现在正是品尝新鲜西红柿的最佳时节 微制浓白的鱼汤 吸收西红柿的酸甜 再融入鲜美的鱼片中 带来圆润的口感 虾仁搭配双色小番茄 制成不添加沙拉酱的甜圆沙拉 在营业夏日为您带来一份清凉 西红柿双吃熟吃 补充的营养成分可是大不相同 营养专家为您详细讲解 更多精彩 尽在本周当家赛 早见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这里是每天都给你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作为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当家的是漂亮又好吃的西红柿 那今天给我们烹制西红柿美味的大厨 是我们大家都喜欢非常熟悉的高大厨 欢迎你高大厨 大家好 同时还有一位燕养经骸老师 最后我们的节目 他是我们都喜欢的燕养经骸老师 顾平 顾老师 欢迎你顾老师 大家好 两位大驾光临 我们一起把眼光注射在眼前这个红叶色的蔬菜 也是水果上 那就是美味的西红柿 西红柿在西餐中中餐中 包括伊斯兰穆斯林餐中 都是常用的一种蔬菜 没错 非常的棒 今天我们做了两种美食 是什么样的吃法 一个我们要做一个汤菜 汤菜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一个沙拉 沙拉 那咱第一道做什么呢 第一道咱做这个西红柿生鱼汤 西红柿生鱼汤 做一道汤水菜 让这个季节皮肤干燥到你的补补水分 好嘞 大叔 那配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需要什么配料 我们这个有香菇 香菇 土豆洋葱 包括香菜段 最主要的还是西红柿 你还用到这个鱼 要用到鱼肉 这是什么鱼 我们把鱼肉剔下来 鱼骨我们煮汤 已经煮了 好 这个鱼肉就是鲫鱼 还是黑鱼 生鱼 黑鱼就是生鱼 对 那我们要把鱼皮 首先给它去掉 去掉 鱼皮去掉 目的是什么呢 大叔 因为鱼皮 它比较韧 然后它颜色是黑的 不好看 影响在菜的感觉 你这是切开一块之后 这样子拽着一方 对 慢慢地把它拉下来 拉扯出来 这就成了 其实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 它是一道汤水菜 其中这个主要的味道 应该是西红柿的味道 对 而西红柿在挑 包括西红柿的营养 都是很多学位 也会一一地给你来解答 那顺起 这个生鱼 又叫黑鱼 对 它也有很多特色的营养 对 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它是我们 妇女产后 然后病人生病 做完手术以后 都必然要喝的 不虚的 补充虚弱的身体用的一种鱼 而且这个汤的味道 也非常非常鲜美 就是 用它来当高汤用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用它的鱼汤 用鱼骨来炖它 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鱼肉也片进去 直接在吃汤水的时候 也都吃点这样的黑鱼肉 这边大厨把它一片片的这样片下来 观念这个肉它没有刺 没有杂刺 没有杂刺 那个鱼骨只要那根龙骨 炖下来以后 这个鱼肉是纯纯的肉 就可以了 吃起来在汤菜当中 它不印象口感 没错没错 鱼全部都已经切好了 应该是不是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烹调它 来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我们给它先上一下浆 上浆 好 上浆给它腌一下 来这一点这是 少来一点盐 然后给它一点点蛋清 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咱这个鱼肉很少 就不要给它一个蛋清了 好 一点点就可以 根据你鱼肉的多少 来决定蛋清的料 抓一抓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配鱼的 一个主要的蔬菜 就是今天说的西红柿 西红柿今天作为本周的 大辣菜的主料 可以说在家里面用的太广泛了 老师我们说的西红柿 有什么样特殊的营养 让这么多人这么喜欢它 像西红柿 可以说是也是从外国来的一种食材 那么最初的时候人们不敢吃 因为它有一股怪味 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尝了以后 它酸甜可口 它这个酸味就是里面的一些 青酸 柠檬酸 苹果酸之类的 这种酸可以很好的保护很多维生素 比如说维生素C 还有B族维生素 所以它在水溶性维生素上来讲 西红柿是非常高的 维生素C比较多 水溶性的 水溶性的维生素 在咱们人体进行新陈代谢的时候 都是能够起催化作用的 所以人吃这种能够让我们精力体力特别充沛 就是 对新陈代谢比较好 那么能够帮我们排泄出一些废物来 另外这两年我们发现 西红柿里面有一种东西很好 就是红颜色的叫做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 对番茄红素发现非常抗癌 很能抗癌症的 对尤其是对男性的前列腺癌症有很好的抵抗作用 我倒觉得这两年人们就关于番茄红素的争议很多 有些人就说生的吃它摄取不到这个东西 只有熟的吃才行 是没错 因为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东西你就得烹制加油才行 所以生吃的时候 它在咱们人体的这种温度下 它出不来 很难出来 所以有的人就给它做成番茄酱 然后做成罗宋汤 然后或者是做成我们一些这种能烹炒 就西红柿炒鸡蛋那种炒的方法 当然也不要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也不行 太久了以后番茄红素也能分解 煮汤就很久 对煮汤不要煮时间太久 不要煮太久 对一般的像咱们西餐用这种西红柿的浓汤 一般煮都不会超过15分钟 15分钟之内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对最好了 那就是生吃熟吃的摄取的不一样 熟吃的摄取番茄红素 那生吃比熟吃更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卫生素 就是我们刚刚说卫生素费 在生吃的时候它吸收的更好 水溶性的卫生素 包括B1B2都能够摄取的好 煮汤的时候就要损失一部分了 很漂亮的它也是一个卫生素源 包括番茄红素的一个集中体 对 没错 看到它设计的话 我觉得是红颜色 就很漂亮 搭配餐盘就是最美的东西 是 你看我们的食材好多 你比如咱们菜花 有时候就放一点西红柿来草 没错 没错 茄子放西红柿来草 很多都要用它 没错 但是刚才大叔在其他人我在想 我们应该怎么挑它呢 西红柿 就是我们去掉这一块 去掉这个根底的位置 对 你看一下这个西红柿呢 如果说它这个同样大小的 同样大的 如果这个地板里的地方稍微小一点 小的 它吃起来就会特别的甜 根底小的 希望是会甜 就会香甜一些 然后就是生的 我们尽量不要去吃那种 没有红色 或者说是那种青色 这种尽量不要去吃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摸西红柿会发现 特别软的是不是 就是其实是熟的 就是软的柿子 都说专捡软柿子捏 这个软柿子吃起来的味道才是好心 我个人尤其做熟的 比如说咱们炒鸡蛋 炒鸡蛋 或者做汤 那一定要用软的 它吃起来西红柿的味道特别能 支吹足 对 像我们生吃呢 那个硬度稍微 一定要有点口感 但是也不要太硬 因为有现在有些那种 比如说有龙有五角 像那些摸起来就会特别的硬 然后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不好 就是这样生生的感觉 就好像是那种炊熟的那种 对对对对 不好吃 那想真正起砂 或者想真的吃出那种原汁原味的西红柿的味道 咱买熟透的 根地小一点的就最好了 这位大厨给它呢 带着皮直接给它切了 对 我们要给它切成一个滚刀块的这种样子 可做汤我们有时候会想把皮去掉 也可以吧 这就是 其实我们这煮汤呢 带着皮煮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做炒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西红柿的皮给它去掉 去掉 它吃起来口感各方面都比较好 更好一些 炖汤呢 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 好 锅中来点油 少来一点 不要太多 因为煮汤的时候呢 不洗油 对 好 这个汤啊 应该是属于那种 一喝起来能够喝出来西红柿沙沙感觉的那种汤 一会儿尝一尝就知道了 这时候把蒜子放进去来回来 我们先来煸炒这个蒜子 这个蒜子呢 我们要慢慢的把它煸出这个香味来 蒜子炒一炒 然后呢 我把我们这个洋葱呢 还有土豆 洋葱 还有香菇 只炒这个洋葱 为什么不单独 为什么要单独炒不一起呢 先让它出这个葱香 让它这个葱香可以融到这个油里面 好 让葱香的融进油里面 然后再加上这个蒜的香味 这个油再出来呢 就属于是葱油加这个蒜油了 可我觉得土豆是不是更不容易炒一些 咱们要通过绝对 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煮 因为我们切的这个片呢 也不算太厚 也不算太薄 还好 一定不要切的太薄 太薄 你一煮熟了以后 它就会碎掉了 对 来 洋葱炒香 然后把香菇下去 最后放这个土豆就可以 好 香菇放进去 这个香菇啊 这样来回炒它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过程 只不过让它先煎煎油 一会的时候 还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油煮 才能够把这个香菇给它 弄熟 像咱煮这个汤呢 这个时间上来说 就是煮鱼骨这个汤 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一点 其实我们要把这个鱼骨汤挪过来以后呢 基本上土豆一熟就可以 鱼骨汤需要怎么熬 熬多久 鱼骨汤我们非常普遍了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先煎一煎 然后烹点料酒 加上水 也不要加盐 直接就煮就行 煮汤都是忌讳先加盐的 是吧 那直接煮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呢 最好时间久一点好 像我们用砂锅的话 差不多也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上吧 就是最好了 对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大厨啊 之前给我给大家准备这个黑鱼骨的 就是生鱼骨的汤呢 已经是半个小时以上了 这时候已经很棒了 出来一些白的白的浓汤 倒进光中 一定要有这个白色出来 其实这时候这个汤就完全可以去喝了 对 直接喝也可以 调一点盐就可以喝 就是直接像我们厨师都准备的高汤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高汤是鱼的 对 没问题 我们叫鱼高汤 鱼高汤 对 好 这时候就把我们的西红柿放进去 我们西红柿土豆一块放进去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做汤会想把西红柿也炒一炒 这样容易出沙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这个西红柿的形状要完整 为什么要切大块了 你把它炒成番茄酱了 然后在里面以后 它会影响这个汤的颜色 小法不一样 对 它我们要求不一样 今天我们的出来的感觉是能看到凶事的块 对 只要能吃到它这个营养就可以了 OK 这时候我们就再加一点点这是盐 差不多10克左右的盐 这时候就可以加盐 因为这不是说酒煮的 因为我们汤已经煮好了 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蔬菜都入味就可以了 好了 盖上盖子 这时候需要煲多久呢 差不多有四五分钟 我们土豆熟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等上四五分钟 等它开锅了之后 咱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非常美味的鱼汤吧 这时候锅开了 我们要把鱼片一片片的放进去来涮一下 是不是 对 相当于涮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是什么 很像是吃一个火锅的感觉 鱼火锅 咱们现在鱼和西红柿的火锅好像好多有 就是 而且这边的大厨是开锅之后再把鱼片放进去 不是说一起放进去煮 鱼汤真够白的 对 你想想这个鱼骨炖出来的汤肯定是浓白 尤其像这个松鱼汤 还特别痒的 那我倒觉得之前说您上钓那个过程 其实在这里看来好像不会起太多作用是不是 有 它什么作用 它这个姜要保持鱼肉的鲜嫩 因为我们汤已经有这种鲜味了 我们不需要这个鱼肉的鲜味再出来到汤里面去 我们要吃到这个又滑又嫩的这个鱼肉 又滑又嫩的感觉 好 这边一片完蒜鱼汤之后 这时候需要再煮多长时间呢 一熟就好 差不多也就两分钟 两分钟 其实我们蒜鱼片就是直接一蒜就能吃了 一蒜就可以 有的时候蒜太久之后 反倒就化掉了 我们到最后把香菜袋放上 我们这个番茄生鱼汤就好了 这么吃其实它主要摄取的就是番茄红素 很多 特别饱 对 像西红柿生吃和熟吃的都是有营养的 有营养的 所以咱们今天的就是熟吃的 好 那么现在火已经关上了 我们一起来撇调一下吧 进口精心烹调的这道汤皮 鱼汤很鲜 其实我倒觉得今天这道菜呢 西红柿的量并不是太多 但是它把它一点胃肉的力量 衬托出来了 就一定能吃出西红柿的味道 有一些 而今天选的黑鱼这个肉很特别 因为它那个肉比较有弹性 对 咬起来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那种 金头的感觉 这个就和上浆有关系 你要是不上浆的话 它是 肉就比较死 对 就会散掉 就散了 不好吃 对 那这道菜很成功的 我希望您在家里面试一试 高大叔今天带来两道菜 都是跟西红柿有关 这是第一道的汤水 第二道是什么名字 第二道我们做这个 番茄明虾沙拉 番茄明虾沙拉 它在炎炎的夏日给你酱酱火气 马上高大叔教你带来做 来 健康生活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新时代的夏日特辑 教你做清凉爽口菜 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正好是非常热的夏天 大嘴会在节目中 给您邀请了一位大厨 教你做天的海表 就是世界各地各种风格的爽口菜 你看大嘴今天虽然说穿着西服 但我觉得一会吃下 他做的双口菜之后呢 一定我觉得穿它都不会觉得热 因为心里面凉快了 今天做这道菜呢 这个大厨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大厨 再次用掌声欢迎你张大厨 谢谢 最近大家你知道见到以后 也觉得很熟哎 会不会有人在走路 给你打招呼在青岛这边 有有有 会有 张舒服也好 就是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张舒服 意识善备 意识善备 这会做意识风格的了 好 就让大家证明一下 就是你不管会做日本料理 其他回家料理也还可以 还是有加一点日式的感觉 也还是 就是帮我们讲自己那个 最擅长的东西 对最基本东西 好 那今天这个扇贝够大的我觉得 对 在里面一般的市场 应该也可以买这么大扇贝 还不错 我觉得小朋友的脸 估计也就是这么大了 是不是 对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我先把它移开了 移开它 这有过热水 我们就用热水过去 银的意思就是说要超烫一下 对 我是用姜 姜还有一些米酒 广东米酒 姜和广东米酒 再加上葱 对 做一锅这样的焯烫的水 对 我们一般在家里面焯海鲜 直接白水焯就行 您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这样它的味道会把它压得很低 就是说你要防止它的海腥味太重 就是你一吃完之后 你发现你不是感觉到海料 是撞到礁石上了 对 味道会挺淡的 会挺淡的 然后它一开了 一开了 因为你可能那么大块你吃不了 我觉得能吃得了 那个大块也挺可以的 这一半又不好看 让它一开是最好的 这样子横切开 对 而且你在切它软的感觉到 真的厚度好厚 你切它也不是很费事 对对对 不会 还行 而且我注意到今天我们的扇贝 颜色一看就是那种很新鲜那种 很棒的 对 好 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扇贝壳是最好的一个餐具 是最好的一个装饰品 在盘中 然后青椒你把上面这个皱皱的皮 要去掉 不然它会苦味 你要把青椒的苦味去掉 对 好 夏天的时候 如果说你想做凉拌菜 让它做得更精致 不如把这些工作做得细致一点 比如说青椒里面那个青筋都去掉 对 除了青筋之外 你还要把红角的红筋也要去掉 这样你吃起来 那个味道比较没有那种 蔬菜一种青色味 好 就是说去粗取精了 对 我个人很喜欢彩椒 我觉得它咬起来十分足 而且不辣 好 再来切开它 对 然后我们再切成粒 你要把它单独切成小粒 对 然后再混在一起 颜色就漂亮了 今天这道菜啊 有这个红绿的这个青红椒点缀 一定是很漂亮的 而且青红椒 现在很多人要再来告诉我们说 辣椒维生素C的含量是最丰富的 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在夏天最缺的就是维生素C 那么吃点它 肯定是营养很无敌的了 这边把它切成很多小很小的里面 那我说我里面有放一些日式的东西 就是这个 哎 腌黄瓜 做寿司的大条 对 是不是 黄瓜 黄瓜 就是我们腌 是萝卜吧 萝卜对 萝卜对 你看张大厨在骗我是不是 他骗我没有吃过它 这个是腌制好的这个萝卜 对 我们在吃寿司啊 或者说吃那种韩国的那种紫菜包饭 都有 对对 里面都有 对 就是说用天然的色素 把它变成黄颜色的这种腌萝卜 那么一般我们在这个料理店里面 都喜欢我们的叫大条 用它做寿司之类的 都很好 很脆爽的 它并不是很咸 而且有点微微发甜 它腌制是属于糖渍还是盐渍 糖渍的 我们是用糖渍的 有的人是用盐渍的 我们是用糖渍的 好 就这样直接淋上去就行了 哎呦 别说今天我们这个扇贝 还是给它装点的很漂亮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道菜的灵魂了 油醋 它是油还是醋啊 是油跟醋的 醋的结合吧 意大利油醋我们生活中 怎么来勾兑它 我们是用白橘醋 白橘醋 跟一式酱油 就是我们家里没有白橘醋 可以用苹果 苹果醋也行 苹果醋应该也可以 苹果醋加上这个意大利的酱油 对 它也是意大利的油 意大利的橄榄油 调完之后还加什么 我加了一些味噌 日本的味噌 我先淋上它还是怎样 淋上它 你看一点点 好 可以多一点没事 这也可以多一点 好 因为它这个可以直接生喝的 这可以直接生喝的 那直接放在盘子里面 好不好 怎么样 这一道意试加日试的扇贝 不知道您看到这里 你想不想自己试一试呢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欢迎回来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作为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大家菜 当家的是好吃又美丽的西红柿 刚才呢高大厨啊 用好吃的西红柿呢 教大家做了一道汤水菜 让这个季节皮肤干干的你呢 肌肤变得水啪啪的 接下来这一道呢 是一道凉拌的沙拉菜 这道菜就让你在夏日的时候呢 改善胃口 或者是说呢 不想进食的时候来吃它 非常的开胃 酸酸的 因为西红柿呢 我们知道里面有一种非常好的果酸 那么这种果酸呢 是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的 就是 所以对于没有食欲的人有很好的注销化 而且我们是用小西红柿 两个颜色的 对对对 樱桃番茄 什么名字 我们叫番茄明虾沙拉 番茄明虾沙拉 第一步怎么做大厨 来我们先来准备材料 这个虾呢 我们要给它上一下姜 然后呢这个玉米粒呢 我们也要给它焯一下水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切一下料 好 来 洋葱呢 我们给它切 洋葱切切 其实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西红柿 我们在想哈 这个小西红柿 跟大西红柿的区别 因为这个小的呢 我们平时都说都是当做水果来吃 对 一般我们也叫它圣女果 圣女果 樱桃番茄 对 小柿子 有红的 有黄的 有黄的 这个小柿子 跟大柿子比较起来 谁更有营养 其实呢 小西红柿呢 它所有的维生素的含量 去统计 大柿子多 1.7倍 1.7倍 对 所以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 要浓缩的西红柿 浓缩的都是精华 而且它的 对 含糖量呢 也要高一倍 那所以说 糖也多一点 糖也多 不过呢 咱们吃起来 它就口感好 更甜 就是 但是虽然甜呢 不过大家不用怕 像西红柿的含糖量 也就1% 它是比那个要多 对 但不代表它真的是很多糖 但是不代表它是高糖 它在所有的蔬菜和水果当中 还是低糖的 就是包括樱桃番茄 就我们这瘦女果也是低糖的 就还行了 对 别急 大家就觉得一听到糖多 就觉得害怕 第一发胖 这样糖量病患者 根本不敢碰 对 所以我们吃小柿子 给我们提供的卫生素会更多 更多一点 对 而且呢 今天我们要生吃 生吃呢 卫生素保留得更好 那究竟 什么样的柿子适合生吃 什么样的柿子适合熟吃呢 其实呢 生吃的柿子呢 你像我们这个小瘦女果 而小的都应该生吃 它的卫生素多嘛 那么还有呢 就我们买那种粉红色的 粉红色开沙的 外观看起来有点小白点的 那种 能看到沙的感觉 看到沙的感觉 有些小白点在上面 那种柿子呢 它甜度大 吃起来呢 更面 更沙一些 好吃 所以那个适合生吃 那么它的卫生素也要多一些 那明白了 就是说生吃的柿子 卫生素 补的是最多的 对 也比较养胃 多吃这个 是 没错 你要是想 那个熟吃呢 我建议大家吃这种大红色的 刚才我们炖汤的那个 对 炖汤的 红色的 番茄红素多 炖出汤来呢 它那个融出的也多 所以呢 红色的 今天我们这个呢 主要是补卫生素 对了 我们就是 要吃它的卫生素 对 就是 沙拉都是补充卫生素的东西 没错 这边大时候做这个沙拉 我觉得在夏天可以带餐的 因为它加了一些玉米粒 对 一个呢 在这里面调 调节一下颜色 对 另外一个呢 我们把这个玉米在里面呢 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多 对 对 然后呢 维虫素的含量呢 不光是含有维虫素C的 我们还有其他的玉米粒 还有其他的一些 营养元素在里面 对 就是这边这个虾 您上过浆的 对 我们上过浆 然后把水开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放进去 来把它烫一下 就是焯一下水 就是我们把它焯熟 焯熟的水 像我们在家里 这个玉米粒呢 我们可以用那种罐装的 我们把它放到开水里边 也焯一下 拿出来吃呢 它的口感会更加好一些 更好一点 对 你看好 今天我们这个搭配呢 是虾加玉米 再加这个卷心菜 对 然后一起来搭配 今天好吃的小西红柿 我就在想这个搭配的问题 因为很多朋友就想 这个西红柿和什么搭 有没有不好的 好的肯定是很多 因为你看刚才和鱼 这种营养的东西 没错 那有没有一些搭完之后 就要不行的 要不行的 比如说像西红柿和黄瓜 有的时候就不太搭 西红柿加黄 这个可是很多减肥的人士就是 捧着左手黄瓜 右手西红柿来减肥 对对对 但是有一种说法呢 你比如说像咱们 这个黄瓜当中啊 有一种这个就是分解 就是我们叫分解 维生素的一种酶 这种酶呢 可以把咱们西红柿里面的 好元素都分解掉了 所以有很多人建议呢 不要一起吃 其实呢 无所谓的 因为这种酶到 咱们这些酶啊 到了胃当中啊 也被胃酸给它消灭掉了 所以不用担心 只是科研上研究 有一种酶 是不太好 对不太好 所以西红柿和黄瓜 你尽可能的放心 不要紧急 那还有没有西红柿和别的搭 不太好 那么一般像西红柿 最好不要和海鲜一起搭 西红柿加海鲜 对对 它太酸 然后呢 还会引起海鲜当中的一些 蛋白质啊 凝固 但是呢 我们是指的那种 搭物很厉害的 你比如我搭配点虾仁 就像我们今天用的虾仁啊 用鱼啊 这些都没有关系的 就怕那种 比较容易让吃人起 过敏的那种东西 我们那种蛋白质 我们不太方便搭 今天这个就还成了 这个就还好 对 而且这种就是 一般像西方都喜欢 把这种沙拉叫田园沙拉 就是都是从田地里 拿出来的新鲜的东西 这在外国人 都喜欢把它当主食吃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今天你看 这当主食绝对行的 就是 对 因为有玉米 然后又有这么多蔬菜 还好 是不是 好 这边呢 大厨就给大家忙碌起来了 这边是把这个虾和玉米烫好了 简单的来一点盐 然后呢 苹果醋 我放一点苹果醋 苹果醋呢 可以稍微的量大一些 对 然后我们再来一点橄榄油 这个时候呢 用橄榄油 它比较清爽 两碗菜最好 橄榄油沙拉 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花生油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花生油 那种腻腻的那种感觉 对 橄榄油比较清爽 对 今天不用沙拉酱 就不要用啊 沙拉酱里面呢 也是以这个油脂为主 对 这么说 其实今天我们拌这道菜呢 它这个沙拉 跟我们稍等一样 西式的沙拉不太一样 对 它更像是一种 都是那种各种沙拉 对 更像我们做的两拌菜 对 像两拌菜 只不过就是把油换成了橄榄油 把这个调味 咱们平常的醋 换成了苹果醋 好 对 简单的这么一烹调 你家里面不会有太多油烟 在夏天也不用说 开着太旺的火 然后你觉得很热 非常清爽 很闹心 这道菜就适合夏天的 夏天的时候 电视机前的女士朋友们 想让你的皮肤变得水汪汪的 然后一看起来 就融光焕发的样子 从先吃这道菜开始 对 没错 补充维生素 给我们增加活力 来 我们一起尝一尝 这个菜 用勺的也可以 好酸 虽然只有利点 苹果醋和盐 但是还是有自有味的 因为这吃的是食物的本味 对 然后它热量超低 最主要就是减肥 是 我有种感觉 吃这个菜的时候 会想到东南亚的那些 夜风啊 海浪啊之类的 是有那种热带风暴来临的时候 我们大家来给自己 降压降温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海边人常吃的 这种海鲜沙拉 田园沙拉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菜 可以在你餐厂中 做一个点缀 也可以完全适合减肥朋友 来作为代餐 对 营养丰富又好吃 今天高大吃别的价钱 带了两道西红色的菜品 希望您能够喜欢 也希望您在家里面试一试